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頭條 今天又拍大包為大家報導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話說昨晚,李奧菲迪蘭在他IG上開了一個直播 按鈕我也有份看到 其中一個題目說 現在英超有很多很好的年輕球員 他選了他心目中最好的五個年輕球員 條件是要21歲,即22歲以下 為甚麼呢?因為他自己在22歲的時候 爆發出來,在韋斯咸踢得相當出色 隨後成為了最高身界的首位 當他轉會的時候 所以他到現在都可以這樣說 是英格蘭、韋斯咸和曼聯這幾隊球隊的名宿 所以他趁現在這個機會 又會評價一下 現在的年輕球員 究竟他有哪幾個覺得是非常出色 真的很厲害,他都很熟悉 因為有時有些現場的觀眾 就告訴他這個可以嗎?那個可以嗎? 李奧菲迪很清楚球員幾歲 例如有位朋友問他 雲比沙家會不會是這樣的 他說雲比沙家原來已經是22歲 在他年輕球員的條件裡 所以真的要看看他心目中的五位球員 究竟是哪五位 你們的心目中 英超最好的五位年輕球員 和李奧有沒有分別 其實這幾位球員都是來自 利物浦、仙奴、曼城、車路士和曼聯 所以也不是太冷門 我相信很多朋友和他 的選擇可能都會有點相似 好了,就是這五個球員 讓我看看 第一個球員就是 TAA 利物浦的阿諾特 李奧就這樣說 我說第一個 21歲或者以下的球員 我想到的就是TAA 因為他就說 現在他應該是世界上最好的右閘 來的 我就看過他 現場看過他幾場比賽 他就真的 很主導到比賽的節奏 以及 很好做到一個比賽裡面 做到一個主動的 我就覺得 他是一個非常現代的球員 他也都在 一隊球隊裡面 他們會用很多球 所以 對於他來說 他球隊的踢法 和他的踢法 是非常非常之隔 亦都令到他的場處 真的發揮得非常非常出色 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 他就說 第一個 想到就是TAA 這樣 他就說 利物浦現在的球隊裡面 是需要一些 很有進攻意識 或者進攻想法的球員 那麼 TAA當然是其中一個 他也非常有進攻的想法 但是有些朋友 就說他可能未必防守得那麼好 那麼 利奧的看法就是 其實也不怕 始終 他在這個對的球隊的時候 很老實說 他就說 就算他防守未必那麼出色 但是有隊友可以幫他補到位 其實都是一件 就是令到整隊球隊來說 那個影響不是那麼大 就是說 如果他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 如果 諾特如果在另一隊球隊 踢 不是這樣那麼配合的話 或者打法上不同的話 那就另一件事 但是他的利物浦就非常出色 那麼他也都說 接下來 他年紀越大 很明顯在這個 就是 主導球賽方面 會越來越進步 我也都看過他 就是看過他 在現場去一些大的比賽 重要的比賽 好像 例如 他在羅馬球場 看過他 就是2018年的 歐聯的四強賽事 那麼他呢 是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理想的 那一場球 但是呢 就算那場球 可能發揮 整體不太理想 但是你也會看到 嘩 他真的有些 表現有些突如其來 這樣的表現 真的非常出色 還有呢 有一件事 他就說 他那個 狀態 身體那個 就是告訴我們 身體那個 他的身體語言 就是他在非常有壓力之下 都是表現得出來的 OK 這就是第一位 你也想到的 第二位就是Gabriel Martinelli 就是這個阿仙奴的球員 第二個 我一想到 就是Martinelli 我呢 就在現場那裡 看過他 對玻璃茅虎那場 也都看過 他對車路士那場 那場 他是一個 非常之正統的球員 我想呢 他在接下來幾年 將會是世界足球 一個舉足輕重的球員 來的 現在18歲 他在做的事 真的令到他非常 非常之特別 例如 他說 他對車路士那場 入球 他一路 帶著球 一路 擁有這個控球權 一路 他的身體語言 都告訴大家 他很有信心 還有這球球 可以這樣說 他的身體意願 和他的速度 都是完全令到 所有的防守球員都在那裡食塵 正所謂 還有 他說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過了這麼多球員之後 到射門那一刻 很多球員在這一刻 已經是沒有力了 很多球員都是這樣的 他沒有說誰 但是 他說到最後 都可以射到 一球那麼漂亮的球 其實真的 完全是 證明了他的實力 所以他就說 這個肯定是一個 很好的球員 尤其是 他的領悟能力 和他的足球智慧 是非常 非常之出色的 好 第三位 就是這個 萬成的球員 他叫Phil Foden 我想這個大家都猜到 如果一講 萬成的年輕球員 我想大家都想到 Phil Foden Phil Foden 就是另外一個 這位球員 帶球 個人 或者去做一些傳送 就好像一個藝術家 我其實很多次看他踢球 就覺得很出色 也很多時候在我做 評述的時候 都說了 其實 為什麼不給他多些機會 他上陣 哥迪奧拿 這樣 可能 哥迪奧拿 可能想 我們 萬成 有迪布尼 又有大衛斯華 又有貝拿道斯華 真的還沒輪到他 就是說 其實現在 萬成在類似的位置 實在有太多太多的選擇 亦都可能因為這樣 令到哥迪奧拿 未必 那麼容易選到他出場 但哥迪奧拿 的確親自稱讚過他 他說 他一定要留下他 萬成 希望令到他進步 以及給他多些機會 這個年輕球員 也是一個英格蘭的球員 我們也想 我們的英格蘭球員 年輕球員 是有多些機會 上陣 就是李浩這樣說 我也肯定 他應該是有點不耐煩的 因為 我自己也試過 明明自己踢得很好的 很好的狀態 但因為有些原因 因為 你自己 太多人更加比你更好 而沒得踢 會有機會 有點不耐煩 但是 李浩很有信心 他有機會表現的時間 將會很快來臨 他也引申一點 其實哥德奧拿 對於他 對於他 對於Phil Foden 也是 類似有些承諾 會給他多些機會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領隊跟你這樣說 還有 最重要的是 Phil Foden 也是很懂得把握他的機會 每一次 他有得踢的話 他也告訴你 他是怎樣的球員 這就是李浩很喜歡他的原因 我也看到 很多人已經在這裏說 即是 Phil Foden 其實又可以 可以去到多遠 他也是 在打球 踢球的時候 他永遠都是抬高頭的 抬高頭的 抬高頭的意思是什麼 他一直在分析 究竟球賽的發展 以及究竟整場球 哪個人在哪裏 所以 他的傳送 很多時候都是到位 因為他根本上很清楚 整個球賽是怎樣發生 那個佈陣 大約是怎樣的 再加上 他的盤流技術 很多時候令到對手失平衡 他真的覺得 Phil Foden 踢球 就好像一個私人 在念詩 這樣的情況 李浩費迪南 也挺有 挺懂得形容 接著 就是車主事的Ris James Ris James 他說 我很喜歡這個球員 因為他的傳送 令到對手整個防線 都是很有壓力的 他也非常有進攻的意識 去傷害到敵方的球隊 他也有能力 令到局主要轉身追他 這是他的場處 他其實有很多東西在成長 在他的球賽裏面 他也非常有全能的球員 他可以試過對韋根那場 不 他應該是踢韋根的時期 試過踢中堅 他又可以踢到右閘 中場又可以踢到 所以這個非常有全能的球員 還有一件事 他就發現他是一件新的事情 就是 體力上高 體格上高 很強勁 他說他簡直 Ris James 體格如果只有一位打比賽的人 那樣 那樣 所以 他真的很強壯 很實在 很快 還有非常進取 一個球員 他應該很快成為球隊的主力 最後一位 就是曼聯的Mason Greenwood 他說第五位 其實他有兩個球員選了很久 就是狼隊的尼圖 尼圖寫了很多好球 但他自己覺得這個球員 這個年輕人肯定是有些東西的 但他始終就說因為他自己 踢過萬聯的關係 他真的覺得Greenwood是看得不錯 所以他第五位就選了Greenwood 為什麼呢 他說這個年輕人左腳也可以 右腳也可以 當他站在那裡踢自由球的時候 他就有自己的一個站位的方法 他也可能在每一次不同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巧妙地使用自己的左腳或者右腳 變成對方來說比較上判斷比較難了 其實他很小時候我已經看過他踢球 其實球會裏面很多人都一早說 這個小孩肯定是很厲害很特別 他在尼圖隊一路踢上來 都是一路踢得很好 而且他是很輕鬆的 他在足球比賽上高 在球場上高他一踢球 他就很輕易易舉的做的事 看起來好像很輕易易舉的 那當你看一下 如果去到奧脫福踢球 他都是這麼年輕就已經是 好像很家興奏屬一樣 這就是我的意思 在一個很冷靜和穩定的信心之下 這就是可以好好形容 Greenwood 我希望他可以踢多一點 當他長得更加強壯的時候 肯定和其他的前線球員方面 可以更加令對手防不勝防 以上就是李奧菲迪蘭說他 他覺得在現在英超踢的 最好的五位年輕球員是怎樣 不知道你們的心水是怎樣 還有過多一段時間 究竟這五位球員 是否繼續可以在英超發光發亮呢 我們都可以拭目以待 這次節目是這麽多 多謝收睇 拜拜